郭榮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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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德務兄 親民黨黨團李總召、李宏君總召 有特別講 如果三個黨團都到 就可以先進行會議 他都全部會支持 至少還沒有到之前都會支持 到之後就由他自然表達他個人的意志 那麼今天進行協商的目的 是這一次民進黨黨團建議召開第九屆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 那麼民進黨黨團提出六個案子 院會代審有兩案 院會代審有兩案 一案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等案 第二案是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總計表 營業及會營業部分審查 總報告案的預算審查 那麼委員會代審有四案 一案是行政院含情審議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案是民進黨黨團擬據 勞動基準法第39條條文修正草案 還有親民黨黨團擬據 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74條及第79條條文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擬據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這四個案這個是委員會代審的這四個案 這不是在院會 那麼國民黨黨團提出三案 院會代審有一案是委員吳智陽等16人 擬據勞動基準法第36條條文修正草案 這個是院會代審 還有一般提案兩案 一案是一個總統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另外一案是邀請行政院 林院長針對加拿大牛肉的一個專案報告 所以這個是兩個一般提案 這個是國民黨黨團提出有三案 一案是院會代審兩案是一般提案 所以大概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學商 這個大概臨時會要開哪一些議案 要討論哪一些議案 那時間是大概在什麼時候 然後委員會大概在什麼時候來召集這個會議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這個花旗臨時會的兩個黨團 民進黨黨團柯總釗先來說明 各位同仁 我們昨天在這裡有草野學商 那我也說明本黨對臨時會召集的旨意 以及實證的安排 那因為昨天草野學商的時候有親民黨黨團 以及實在的黨團提出勞居好部分條件修正 能夠來並安在委員審查 這當然是合理的 那當然勞計法裡面 行政院的案子以外 民進黨團也增加一個案子 所以總的來講 看起來像六個案子 實則是三個案子 那都是很單純的 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好 那我們請林委員 好 我想當然站在這個國民黨 我們是以全民利益作為第一優先來考量 那我認為說其實這個周休二立啊 這個已經出委員會 那這個當然民進黨他們又一修一立一修 那其實親民黨包括時代力量他們也認為說應該要周休二立 那外面很多那些勞團的這些團體現在已經在外面發動要絕食抗議 我想這一點站在執政黨的立場要審慎的去評估去考量 那不要先前講的跟後續做的就是鬥不起來 因為先前有很多現在執政黨的委員啊 所講的所主張的也是周休二立 那所以說我們認為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你總是出委員會一定要處理 再來這個加拿大這個要進口的牛 要利用颱風液 那我認為說加拿大過去當然它是因為狂流症的關係 確實它是有風險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禁止 那禁止這一段時間來 你要進口最起碼你應該要到立法院來做一個專案報告 委員會也沒有在院會也沒有 然後就利用颱風液進行啊 就讓它直接就是開放進口 所以說這一點站在民意機關的立場 我想這個應該不分朝野 因為我剛剛所講的這些議題啊都是民生經濟的議題 這個老百姓人民都非常關心 那也是關心到食安的問題 那至於說這個第三點 我想我們提出的訴求 因為這一段時間 尤其南海仲裁啊 以後整個我們太平島變成礁 這個我想大家都清清楚楚的 嚴重侵害了我國的這個主權以權益 但是蔡總統到現在為止 她也沒有開過一次國際的記者會來做宣誓 甚至於也不願意登島戶 這個來登島戶主權 因為他說不排除 不排除這個是什麼外交辭令 我們都清清楚楚的 因為站在台灣人民 懷疑它捍衛主權的一個決心啊 我想我也很擔心這個太平島和南海戰略的利益 會不會就這樣被就這樣給出賣了 所以說今天你看就是站在國家的立場 總統不願意去表達去闡述去主張 那所以說今天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在江啟成他擔任召委的時候 他就邀請就是要國防部就是 就是以飛機這個C13洞直接去那裡宣誓 那甚至於這個我想在先前這一段時間 這一兩天今天包括很多漁民啊 高雄屏東的漁民 他們都已經出發要直接去太平島 政府不做讓老百姓來做讓漁民來做 他們來互主權互疑權這個是很可恥的事啊 所以說我們認為說應該總統要照國會來做 知情報告這個國情報告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真的 執政黨的立場是方槍走板 因為對外互主權互疑權 互我們的經濟海域的這些這個權利 我想是我們大家共同一致應該要對外的 並沒有藍綠之分 但是我們看到昨天 原來冯士寬他說要這一次要跟他們去太平島 結果也未說不敢去 更扯的 內政部昨天我們邀請他來開記者會 他說不能派人 這是藐視一瓦願 藐視國會 漁業署更可惡 為什麼我說更可惡 漁業署還去阻擋那些 就是漁民 讓他們不能出去 你要出去的話 甚至還要掉照 我想這是笑全國的大話 這個笑到人家的大雅 哪有這種的執政黨 對不對 你說你漁業署 你是主管這些漁民的 你要鼓勵他們 我們要求國安部說 你要派軍艦來保護這些漁民 那他們再順利能夠到達這個太平島 但是他們不但沒有還去打壓他們 大概全世界只有這樣的執政黨 所以說我們今天啊 為什麼說一定要這個 蔡總統到國會來做國軍報告 這個不是沒有道理的啦 對不對 我們島變礁 那你又未說 又不敢講 又不敢伸張 又不敢上島 去主張 你說我們情何以堪 對不對 這個沒有難欲之婚 對不對 而且太平島大家都知道 他有淡水 可以鑄人 有墊 還可以養生住 還可以種菜等等 我認為齁 這個齁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 因為你總統是主管 國防外交兩岸事務 齁 那尤其主權的伸張 這是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 蔡總統到國會來做國軍報告 做國軍報告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 以上 好謝謝 等一下我們這個一輪子 來換那個 實在地洋黨團這邊要先感謝民黨黨團 在他的提案裡面 將實在地洋黨團擬具的這個勞基法的部分修正草案放進去 這要感謝 因為沒有你們連 因為只有他們有辦法連署 提這樣的提案 不過我們 就 成如昨天政黨協商講的 我們的立場 是基本上是希望 這個勞基法修正案暫緩 因為現在也有勞工團體 在立法院門口絕食 靜坐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代表就是說 其實還有很多溝通協調的空間 那是不是一定要在這一次臨時會 就要在委員會裡面把它審避 那送出委員會 是不是多做一些溝通暫緩 取得一些共識之後再來處理 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不過還是要感謝民黨黨團 把它放進去 那至少可以討論 不過我們立場是希望 不要那麼快出委員會 跟勞工談完以後 不要有確定的目標之後 那至於其他案子 黨產案子的我們是支持的 這是我們認為說 臨時會應該要盡快開 甚至把它列為第一案 因為民眾期待很高 這個是我們很支持 那另外我們本來是期待 昨天跟一些生運團體 其實他們在拜訪裡面有提到 關於同意權這一塊 那既然我們委員會裡面 同意權這一塊的修正草案 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是不是應該用新的法制 來審未來司法院政副院長 甚至大法官這一塊 我想這是社運團體 社會團體的期待 我希望我們臨時會可以多加考量 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行 這個黨團之間的溝通 我們來看看 我想召開臨時會這個時間 應該是比較沒有意見 是針對議案 要有哪一些議案 進入到這一次的 我們的臨時會 那剛才王委員好像有意思要講 好來 謝謝院長各位委員同仁 我想過去立法院召開臨時會 都是針對重大的議案 跟有急迫性的 我們才來召開 我想這個是有相關的慣例跟規定的 那這次召開的臨時會所排出來的議案 民進黨的提案 我覺得應該可接受社會公平 到底是不是屬於重大優先的事項 今天其實國民黨也同樣提出 我們認為臨時會召開 應該要優先討論的內容 那立法院是民意機構 我們去問問現在全國的老百姓 他們到底最關心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第一案 會是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嗎 如果今天我們開臨時會 把這個排在第一案 請問這是現在目前全國民眾最關心的嗎 我想大家可以冷靜下來好好想一想 那 國民黨提出來的這個議案 第一案是 蔡英文總統 應該就最近的一連串的國安事件 跟國會報告跟人民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包括中史跟TVBS的民調 都已經反映出來了 太平島 這個在海牙的整個仲裁庭 他把我們的島 仲裁判斷為焦 全國民眾都不能接受 所以有高達七成的民意 也支持 蔡英文總統應該登上太平島 去宣誓 他的島嶼的地位跟主權 這件這麼重要的事情 在我們臨時會的提案當中 在民進黨的版本 自自未提 這件事情 國民黨在上一次的朝野協商 就已經提出來了 我想民進黨沒有再考慮這件事情 所以國民黨特別要表達 這件事情是第一要務 第二要務是什麼 就是剛剛時代亮也提的 有關於一例一休的問題 從昨天開始 我們有幾位勞工朋友 坐在立法院前面 絕食抗議 天氣這麼熱 到現在已經幾個小時了 他來到民意機關 坐在前面絕食抗議 這件事情 難道我們立法院的委員們 可以視而不見嗎 但是在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還要未還委員會 禮拜四委員會 再排一例一休 我想這是公然 去跟這些勞團 來做對抗跟挑戰 我希望這個民進黨 可以記住當時 你們在選前 在很多時候 你們都標榜跟勞工朋友 站在一起的 今天勞工朋友 採取這麼激烈的 一個抗議的行為 難道我們還要 應要禮拜四委員會 來排這個議案嗎 那如果真的要排 跟勞基法有關的案子 那國民黨我們主張 要把週休二例排進來 週休二例是已經通過委員會 委員會已經審查通過 而且這個也是 所有的勞工朋友 期待的 希望可以真正全面 落實週休二日 降低他們的工時 如果真的要排 要討論勞工的議題 那國民黨主張 我們這個週休二例的案子 應該要排進來 這才符合臨時會 我們想要重大緊急去處理 如果沒有那麼緊急迫切 我們都到 這個一般的院會處理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第二案 我們的主張 第三案如果真的要論 食安是國人最重視的議題 所以有關於加拿大 加拿大牛肉開放的事情 選擇在颱風來之前 這個行政單位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疏失 但是整個行政部門讓食藥署 背黑鍋是不對的 這件事情徹徹底底 就是行政院拍板定案的 所以我們要求 是要行政院來報告 不是在委員會裡面讓食藥署擔起所有的黑鍋 行政院自己必須解釋說明 這麼衝促排板定案的過程 是不是先答應了加拿大什麼 所以才選擇用這樣的方式 不惜提前宣布 而且選擇在颱風夜 連魏環委員會的兩位招委 還有多數的委員都不知道這個宣布的時間點 都沒有被告知都被突襲 所以我希望各位委員想一想 臨時會召開的目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覺得它很重要很重大有急迫性 所以必須得要用臨時會的方式來優先處理 如果回到這樣的精神 本期認為今天國民黨提出來的議案 才是更符合這樣的精神 而且我也提醒大家別忘了 如果我們真的要召開臨時會 昨天發生這麼重大的一個火燒車的意外 真的你要開院會要開委員會 難道交通委員會不應該開嗎 針對這麼重大的交通事件 還有陸委會我們未來跟兩岸之間 在觀光上面它所受到的衝擊 這才是重大緊急事件 而不是把所有的委員會該開的時間通通改委員會 我希望這一點大家也應該要深思熟慮 如果我們要回應重大事件的話 昨天這起悲劇是重大的不得了 我覺得我們國會應該要擔起這樣的責任 委員會應該要深切討論這樣的議題 以上謝謝 來我們講一下 好 那麼我們就進行彼此之間的接聽 好來請 當然針對國民黨兩位發言 我希望大家講話要照一點道理 第一個談到這個南海問題 南海問題我們在這裡有決議文 今天也國民黨民黨也登太平島 那至於總統才 你講的是總統 你聽話講話嗎 你們人接 你這樣 總統比較好 總統講得很清楚 我想這個 同樣的議題在上次 七月初號也談過 我不希望這個是為了來做表演 或是來阻礙議事程序的題目 那其實剛剛我們也對決議 今天也登太平島啦 OK 這個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 至於勞基法 當然勞基法今天 我們希望明天再委員會審查 那委員會審查 國民黨在7月11號的時候 趁我們版本還沒進來的時候 就先審查 那當然各黨的立場都可以表達 勞工問題當然是我們很關切的 所以說各黨有不同的態度和立場 本黨是一立一休 那國民黨是兩立比照公務人員 那實在地上是兩立比照公務人員特休 新黨是兩立 這中間是絕對可以討論的 沒有一個極端的 勞基法修正院沒有一個版本可以說 大家都會同意的 因為基本上勞士雙方董事有不同的立場 所以我們接下來談就是說 你的案子已經出委員會 你今天排在院會討論什麼事情 我根本不懂 你至少誠意上也要先了解 你要出委員會 而且不去協商了 你要再 那我們有一個案子 明天才好 假如三黨都有一個案子 明天要審 即便出委員會 有一個月才會協商時間 那你們把你的案子 先排在院會 我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根本程序也不符合 但是呢 明天只是討論 我相信不可能有結論 那即便是出委員會 也是一個月來處理 這中間有充裕的時間去溝通 因為坦白講 我們從一條計法提出的時候 一直溝通 一直溝通 那當然 有不同意見可以繼續表達 我們都 這個民主黨我們能夠忍受的 所以你今天排這個勞基法 出外院會 根本連程序長都會有問題 而且所謂的違和 根本看不懂 你明天有意見 對我們的一粒一秀有意見 大家可以在委員會去表示反對 你上次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有不同意見 大家可以談的 那至於另外一個 加拿大牛肉的問題 我那樣很誠懇地講 加拿大牛肉的問題 在國民黨執政的最後 張三鎮當院長的時候 就有來跟民進黨溝通 加拿大代表處也跟各黨去談過 然後也列為兩個院長交接事項 那時候是國民黨來跟我們談說 加拿大牛肉可以開放 那我們立場是可以開放 因為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 這是後來張三鎮離開的時候 丟給林前院長 那中間林前院長接走以後 我們經濟部以及衛涵也跟各黨聯合通過 也並不是說選擇 選擇什麼臺灣會 因為答應的事成年 剛好是在臺灣的前一天 在臺灣當天 所以不得不在前一天就公佈 那另外 有關於加拿大牛肉 在7月13號 王毅民自己本身在這裡 你也做個解議 那個解議我們也沒有反對你 那個解議就是對於程序 以及公告要更嚴謹一點嘛 一個月也要把這個相關的 有關於這個開放的 品項及預告公告程序做嚴謹一點 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當場 在7月13號外安委員會 對於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們提出 是王毅民自己提出的 我們也都同意啊 這個已經 這個也到了議員了嘛 已經事不二議員了 你說大家都同意了議員的事情 然後今天來到這裡說 要照林前院長來報告 我想這些都是 我們尊重你的看法 我希望 那假如大家 要面對和平理性 來面對今天的臨時會 好 謝謝 柯偉 我提議一下 剛才提到這個 昨天車禍的事情 假如可以的話 我們大家等一下 離會開遣 是不是可以摸完一分鐘 好 這個已經請議事處在草尼 一簡短的等一下 練給大家聽 之後可以 我們就在 談話會之前 就來進行 那 黃金兄 差不多三個都標示意見了 針對 就是說 民進黨黨團 還有國民黨黨團 都有提出 臨時會 要審議的議案 那個表 那個表 那個表要給 黃金兄 黃金兄 那 那個 因為 我們 李宏君也是交通委員 對 那麼重大的一個交通事件 你認為應該 應該應該要在委員會裡面 來 來 排一個 排一個議案 在交通委員會裡面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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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很重大 很嚴重 這跟觀光沙都有衝擊 這跟交通委員會都有關聯 這個我 昨天提起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 歷次的交通事務 然後在交通委員會都有做出決議 比方說最早 最常發生的就是大型遊覽車醉山 那像司馬庫斯也好 還有包括在九份也好 然後很多類似的這樣子的大型的 車輛事故事件 那交通委員會那時候 其實 我們就要求他 對車輛的改造 就有一個嚴格的限制 那後來就當然也有人提說 車輛十年 那十年當然這個也有他的反彈 因為十年的話究竟我要買 進口車還是要買便宜車 這個就有這個爭議出現了 後來這個部分還是有他 最後的決議 不過 在交通委員會裡面到現在為止 針對火燒車的部分 那個部分的法規的嚴謹度 我是覺得可能還需要再研討一下 那對於車子的翻滾試驗 跟耐狀試驗 其實在交通委員會有充分的程度的要求過 所以如果真的要在交通委員會是針對他的 為什麼會燃燒的部分 然後他裡面 就好像我們一般 我們現在的住家房子 我們對他的內裝會有耐燃的一個規定限制在 特別是公共區域 像我們的窗簾地毯 那至於在遊覽車的部分 他的耐燃的部分的一個規定的限制 其實也可以再嚴謹一點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疑慮的話 其實把它補充追加開出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剛剛的表述 如果在最近的部分 他的這個部分是有必要交通部再來釐清 我是覺得要開始可以開 而且我補充一下 昨天這起事件其實非常的嚴重 這個是史上最嚴重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傷亡 我再次強調 我們是立法院是民意機關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臨時會 當然就沒有討論的空間 我們今天正在討論要召開臨時會 而且是從今天的談話會開始 一直到下個禮拜五 如果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交通委員會也好 包括內政委員會 我覺得這個還涉及到兩岸 未來觀光衝擊的問題 我們的安全兩邊怎麼交流的問題 這樣的層次的議題 如果沒有辦法擺進去 這一次的臨時會討論 我想大家等著被民眾譴責 就是說我們立法院到底 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民眾這麼在意的這麼重大的議題 竟然有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不納入 我們不排入 我希望各黨團 應該要針對這個事情表示意見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啦 應該是可以啦 這個納入委員會 我覺得這一次納入討論應該是 OK啦 那個國總統這應該可以啦 這樣啦 對啦 這爭議也不當 好啦 這樣說非常實際的 今天是要用選擇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每一個事情都可以討論 那基本上 我們對於國民黨提的案子 剛剛已經說明很清楚 那現在 對於昨天交通事故 我們 我剛才有建議 事故我們先默哀 這個大家應該是OK啦 至於要加開委員會 加開委員會 要討論這個 討論這個 也無不可啦 也無不可 大家好好的協商 好 等一下我們議程比較順利進行 來討論討論也沒關係 這樣好嗎 這樣加下去了 陳信長 來 現在如果委員會 即便要加這個專案報告的話 就禮拜四 同一天的委員會那一天 對阿 你 未環 開未環的 交通開交通的 就是 這樣是禮拜四 禮拜四 就是禮拜四 明天嘛 就是明天開 就是交通開交通 未環開未環的 那個要不衝突 然後 那交通自由專案報告 就是針對這一次的 看看 大家怎麼樣 來 那個意思是 沒有 我在想說 如果在議程上面 明天都是排委員會的時間 那本來是排未環 那現在因為要因應這個重大的車禍事故 相關後續的檢討 跟應該有的作為 在交通委員會開 那實在力量這邊 就再次的表達 還是希望各個黨團 所有的同仁可以考慮 就是 把有關於立法院職權新司法 關於國會人事同意權的部分 明天既然要開委員會 就一併司法法治委員會也開 讓他出委員會 因為我們接下來 馬上就要面對的 大家如果今天在討論 實效性的問題的話 那就是有關於 司法院政府院長 還有大法官的審查 我相信 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對於過去審查程序的草率 對新國會 用新的法治 來進行人事同意權的審查 民間團體 很多對於司法改革 關注的人 大家都有高度的期待 那希望這個部分 還是可以請各個黨團 予以考慮 好 民間團體 昨天也有來拜訪院長 以及各個黨團 都有做說明 基本上 職權新司法 有關於人事同意審查的部分 我記得昨天 紅紅湯委員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排到宴會 失誤他還沒出委員會 好 我想你 我昨天不是這樣講 好 還沒出委員會 還沒出委員會 我想這個 我們今天是 假如我們開國黨的會議 等一下我們還要說服 就是重大事項的時候 這個可能比較好講 我們還是有我們的機制 這個部分我們還有討論空間 那一檔要想一下 可能就服掉了 沒辦法了 不好意思 反正 同學也往後挪了 至少差不多一個月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 如果同學往後挪 要不要新的法制 我們也知道他還在委員會 所以剛才 既然交通要開 市標 出委員會以後還是 還是朝夕協商 還是不服 都不服 第二次還是來得及 如果出委員會以後 第二次也排到宴會 有一拉就下來朝夕協商 又一個月以後 我知道大家對這個事情的關鍵 我們也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有持密的問題 我們 理事委員大家都記得 我們 跟國民黨談 對外也跟 既有委員談過吧 第一桌是要處理同意見 當然我們知道 整個總統委員判長 事出陳述的三億 我們黨產先行 大概都有一些思考 好不好 好 那這樣 還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 正在這一些案 不然我試著來整理一下 這個民主進步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提出的 總共有六個案 兩個案是 院會代審的案 一個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列為第一案 然後 105年的總預算案的 相關的預算的審查 列為第二案 然後委員會代審 有四個案 都是勞基法 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查 這有四個案是在委員會 那委員會的時間是禮拜四 那現在加入一個 重大交通事故的專案報告 這個也是 國民黨黨團這邊提出的 大概就五個案 那這一些案 就是民黨提出的案 納入就是在這一次臨時會的議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來 等一下 那 國民黨等一下 好來 不是後面我還要再處理國民黨 國民黨黨團的有三案 一個是 院會代審的案 那 就是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六條 的修正案 這個是 院會代審 那有兩個 一般提案 一個是 國情報告 一個是 加拿大牛肉的專案報告 那針對這一些案 全部納入 這一次的臨時會的議程裡面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有意見 民黨黨團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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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勞記好部分 明天委員會才要審 你的審完以後 你都到院會區了 院會區就沒有 我們這邊不表決 這邊不表決 這邊不表決 現在我想要從善途流 因為講到這個專案報告 沒有 誰說也沒關係 這位太平頭 大家最會請 他們說的才是真的 我們說的都可以 參雙 參雙 沒關係 不要我們人上去 這樣就協商 我們的議案都沒有在學生什麼 你們剛才提到 我們議案都沒有在學生什麼 柯總哥 我們的議案都沒有在學生什麼 你們案子 我不會發明 你不是從來講 我不會發明 你不是從來講 我不會發明 你不是從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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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黨團提出的 交通事故 重大事故的專案報告 民進黨這邊沒有意見嗎 先請他報告一下可以嗎 可不可以 來 請議事處說明一下 報告主席及各位黨編 我們今天有兩個提案 如果說對兩個提案的 第一個是時間 因為時間兩個提案是一樣的 都是從7月20到7月29 所以這部分可能比較沒有問題 那第二部分是 柯委員等提案是六個案子 然後林委員等提案是有三個案子 那就這一部分如果沒有談成的話 理論上就是在談話會裡面來處理 那可是剛剛因為要對這個交通事故 如果要由交通委員會來排一個專案報告 大家基本上是有共識的 那所以在處理程序上 我們會建議 大家可以做成一個草野協商結論 第一個處理時間 我們就把時間先定下來 第二個就是各黨團同意 7月21日星期四交通委員會召開會議 邀請交通部及相關機關代表列席進行 7月19日國道2號重大交通事故 導致26人罹難事件之後續處理及檢討相關事件 那其他的部分我們就在談話會裡面來表決處理 他那個狀案報告 狀案報告他招委有兩個 一個是葉宜君 一個是陳學生 那輪職是誰 就一併把它講出來才不會有爭議 好這個沒有問題 是誰召集這個我覺得 既然是狀案報告輪到誰就是誰 如果這樣子有共識 剛才 這個結論我沒有意見 那我請教程序的問題 因為臨時會是特定事項 所以原來沒有提案 只要淘寫協商大家協商結果都沒有關係 我們以前是這樣處理過 就是說就這一部分大家協商共識 列為這次的特定事項 那我們就是等一下進去之後 這個大家發言完畢 我們先處理這一個協商結論 那處理完了以後 時間問題就處理完了 那再來就是特定事項 就兩個提案來表決 以上 只要學商是有共識就可以了 那我講 只有針對你那個交通那個我們給你簽 其他我們不給你簽 其他的就是送 送 談話會依照程序辦理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這個公文都 他們都說假的嘛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意見 時間的部分有問題嗎 因為內容沒有訂啊 內容你們都不知道 你時間沒有訂 你專案報告就 來抓專案報告 你交通那個事故很重要啊 你時間現在要訂 不然他什麼時候要來報告 學商就是要有時間 不然怎麼學商有結論 就是專案交通報告的內容 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你現在就是說其他的 對的內容都沒有我們的內容 要跟我們開那麼久的時間 這夠道理 交通報告是你們提出來的 交通的我們同意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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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這樣子啦 對不對 補充報告 大家補充報告 補充報告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的輪職招委 是陳學生陳委員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如果 如果 對第一點 我剛剛報告的那個時間 大家 就是 從7月20到7月29 這個舉行臨時會 這個部分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 時間的部分再來表決 對 好 好 那這樣子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做結論啦 那麼 好 你寫一下 寫一下 來 來 趕快來 這樣結論 另外在做結論之前喔 跟我們四個黨團都在這裡喔 也跟 各黨團 特別拜託一下喔 依照我們立法院 異常安全 維護及管理要點 第七點規定喔 會議時 委員不得 攜帶麥克風 旗桿 棍棒 等於意識 無關之物品 進入會場 並不得 破壞意識設備喔 我們拜託各位 以前喔 以前就常常有了啦 沒關係 以前就有了 不用再強調啦 沒關係 因為你民進黨在下那時候 你們都怎麼做 好 你們現在這情 你就叫人怎麼做 好了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規定 好 沒有關係 我們請各位 負責人 請各位回應一下 什麼時候議長 你們麥克風 你們做多少條 民進黨睡在議場 五天事業啦 因為營會從來沒有這樣過 哪一事業位可以處理這樣 沒有那一事啦 你現在因為 重複說 民進黨曾經在議場睡五天事業啦 從來沒有 沒那一事啦 請幾乎 哪一事業 民進黨也是一樣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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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說的 以前你們知道你可以 我們知道不行 你說我們就失敗 我是從議事規則 兩五天的行動 議場還是要成功好 議事規則早就存在了 民進黨從來不遵守 都說話 沒有 這樣說 讓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我告訴你 你怎麼做 我告訴你 從來不遵守 民進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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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這樣做 為什麼 排練 之前做的 HI 我告訴你 我們整理 都 exec 這些 進黨的 平衡 這樣子 今天早上的 哀道文 coc 我們練一下 各位看看這樣 可不可以 各位委員 laying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進行 本院委員 堂華會 在處理 召開 臨時 會 相關 事 以前 為表達深切的哀悼 我們先為昨天不幸泥濫的國人及大陸旅客默愛一分鐘 就這樣子 好 OK 好 好了好不好 沒有啦 這五學商有共識你們要簽名啦 簽簽一下 來 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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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四項 各黨團同意7月21日星期四交通委員會召開會議 邀請交通部及相關機關代表列席 進行7月19日國道2號重大交通事故 導致26人罵難事件 之後續處理及檢討相關事宜專案報告 列入貶制臨時會特定事項 第一 這個是第一 第二 臨時會時程及其他特定議案 由談話會依程序進行處理 OK 這你要簽一下 憧不到了 簽一下 好啦 要你簽一下 這不是簽 簽一下 簽一下啦 還得不敗啦 哦哦哦